当然你要去先确定是你要找什么样的舞伴 如果你要找一个普通的舞伴 他只能每天陪你练习 没有产生一个促进的作用 他每天就是跟你学习一下 他是一个比较 比如说是普通的一个舞伴 普通的舞伴遍地都有 遍地都有 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舞伴 因为我们眼里没有看见他们 我们眼高手低 我眼睛总往上飘一层 我没有掂量一下我自己是几斤几两 我就想往上飘飘 我好像跟他跳挺好的 他跟我跳一定我特别漂亮 他总是眼睛会往上看 如果你能看评级 你会发现身边处处是舞伴 每个人都能跟你跳 但是你不要 这是你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把自己架在那个位置上 我把自己是架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他的如果普通的舞伴 他是一个大层级 他可能有几千几万个人 可以成为你的普通舞伴 当你要上一级 你说我要找一个比普通稍微好一点 我要找一个中级的舞伴 他跟我能力要相当 OK 他马上缩小了这个人群量 他从一千个人 他突然变成一百个人了 你要在这一百个人里边 他成为一个 他为什么人越来越少 因为你的选择量越来越少 好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你当时你要去找 我要找一个中高级的舞伴 你突然发现没几个人可看了 就是越普通他范围越广 越优秀他范围越窄 他可能他一百个人 他全世界可能 如果说你整个城市就一百个优秀的人 有一万个普通的人 但是你不要选择那个普通的人 那怪谁怪你自己 你可以完全去选一个普通的人 你就没有这个选舞伴的这个忧虑了 你就是天天跳就考了 好你下一个 今天不跟他跳 明天换一个多的是 舞伴遍地开花 随便都可以跳 但是你要考虑的是 你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要找一个终极的舞伴 就是一百个人 如果你说我要找一个更好一点的舞伴 他从一百个人变成五个人了 所以你说 那么多人要抢这五个人 你凭什么资格去争这五个人之间的一个人 作为你的舞伴 你说我要去抢 你有这些事情是去抢 你还不如提高提高自己 让他自己来看见你 抢是没有用的 抢是靠蛮力的 你就算抢到他 你把他带回家做压寨夫人 能做几年 他自己逃走了 他待不住 他不愿意跟你跳 他可能这一刻他算了 他迫于你的威严 我就从了吧 但是跳一段时间 他不愿意跟你跳 如果你去跟舞伴跳 你跟你的舞伴跳的话 你是抓住了他的表皮 或者是说你捆住了他这个人是没有用的 你要捆住他的心 才是能让你们两个人可以长久去做发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的一个连接线 你说我只是天天绑着你陪我练舞 陪我练舞 你像拉风筝一样 你拉拉他 你越拉他 他越想跑 你只有把他的心掌握住了 你有跟他心核心的连接 你们有同样的目标 目标是一致的 你们两个人才有可能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配合 所以你说我最终要 所有的人都想找 你有什么优势可以拥有他 那你最终回来的路还是什么 还是你自己要被看见 你自己要有选择权 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 这五个人都会来找你 然后你就随便选吧 你像选美一样 我今天一号明天三号 就算你今天不跟他跳了 后边一波排队的多的是 但是你要立于不败之地 你要在那个位置上 才有可能是你永远不缺舞伴 我只是我今天会考虑 我今天要不要跟你跳 而不是我今天求着你跟我跳 这个心态一定要好 这个心态一定要好 所以我们最终 你就算选了一圈舞伴 最终回来 你被人抛弃也好 你说他不愿意跟我跳 或者我不愿意跟他跳 最终回来 你还是得你提高你自己 提高自己是你唯一的一个出路 唯一可以想 你想在你的舞蹈的整个兴趣爱好上 能够随心所欲的去做 你自己选择的唯一的出路 所以就是 对 优秀的女生其实很多 只是你要看你优秀到什么程度 优秀到什么程度 所以优秀的男生和优秀的女生都很多 关键是什么 你得被别人看见 不是你看见别人 是别人得看见你 你们把这个思路先搞清楚 不是我看他 我坐在那看 这五个人都挺好的 你就能跟他跳了 跳不成 人家觉得你在那坐着跟个大爷一样 坐在那 就觉得你不怀好意呢 你得让他看到你 当他看到你 你又有意向 选舞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选择 你必须对我有意 我对你也有意 我们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我们才能让两个人的配合是最完美 最快的进步 不能说我只是 只是我想跟你跳 你并不想跟我跳 我求求你吧 你跟我跳吧 我给你一挑房子 你跟我跳好不好 他说好 他就为了房子跟你跳 他为了房子跟你跳 当你房子写到他名字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跟你跳了 因为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 很现实 选舞办 其实国标圈也好 或者是任何一个行业 比如说体育圈也好 一个圈就是一个世界 一圈一世界 你所有在世界上轮回的一些东西 社会上流行的一些风气 或者是每个行业里的东西 在你的整个很小的一个行业里边 它全部外露展现 赤裸裸的展现在你们面前 人家一花一世界 我们是一圈一世界 确实是这样子 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把自己的格局放开一点 不是以找到五半为最终目的 是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 唯一目的 然后你会发现当你提高以后 它自觉会有吸引力 你的身体产生魅力了 它自觉会有宇宙定律 它会帮你吸引一些好的事物 来到你面前 如果你说我天天不提高自己 我在一个低层 我在一个普通级 你吸引来的就是普通级的人 那同等的等量 等量吸引力 宇宙吸引力法则就是这样子的 当你的水平开始提高了 你吸引了这些人群 他就觉得我高攀不起 我不要你了 那吸引的人群他就高了 他中级的人就会被你吸引 如果你到高级的位置 他中级的人觉得 哎呦你高攀不起算了 我不要跟你跳了 我去找评级的 那你就会吸引到 跟你同级高级的人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能找到跟你同等级别的人 那这个时候 在你下边的层级 你可自由做选择 如果你说我今天 我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啊 或者能力啊 或者我都是在一个中高级的水平 我很严谨的去练习我自己 我把自己的能力水平 发展的很好 你说我可以去选一个低层级 或者是说普通层级的吗 你完全可以 因为我可能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漂亮 你觉得有个女生 哎呀 他的外形特别好 我觉得他跟我比赛 他的线条可以支撑我 他能力差一点 无所谓 你就跟他跳 因为外形也是一个考量的条件 并不是说他跳的好 就能拿第一名 他是一个综合考虑 你说他的条件比较好 他的后背线条 他的腿比较长 他跟我配起来比较好 你就选他 你是有绝对的选择权的 他可以在这个阶段 你想选这样子的一个漂亮的舞伴 在下一个阶段 你好像觉得我要找一个腿部力量 或者核心力量扎实一点的 可以让我产生动力的舞伴 你可以换 你可以换 在下一个阶段 我觉得我想要找一个心态跟我一致的 我们两个人都想去参赛的 他不是玩 不是只是玩一玩 我想要跟你去拼搏 在我们人生的余下的阶段中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的 你给跟你一个态度是一致的 目标是一致的人 OK你再换一个 无所谓 这个舞伴不是夫妻 不需要一生一世的 不需要一生一世的 他在每一个阶段的需求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当然你说我在一开始就把关系处理的很好 我们可以跳一辈子 那是最好的 如果说我跳不下去了 没有关系 跳不下去了 我们就换一个人跳 就没有关系 没有说一定要跟你怎么样 不要产生一个这种硬性的拉扯的绑定关系 可能你分开一段时间以后 各自去想一想你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什么 当你想了一段时间可能半年一年之后 你们还是会在一起跳 所以这个在一起跳 和你一直捆绑着 真正要的是什么 他才能回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你就永远分不开了 是这样子的 当然我说 不是说我们这个一定是怎么样的 我只是告诉你们的就是 我要是要喝口水 唐同学给我喝了个水 我说了一个多小时 我也没喝过水 谢谢 谢谢唐同学给我送的热水 我喉咙都疼了 讲了一堆 舞跳不到一起都认为自己跳的对 这一点没法在一起跳的 对与不对 不是你来判断的 你说我这个动作 我也觉得我跳的对 他也觉得他跳的对 如果当两个人争吵 是没有结果的时候 你需要选择第三方 来解决这个事情 而不是无谓的 一直在这个争吵的循环里 无限曲作次循环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动作你说我今天 我跳不过去了 我也觉得我是对的 你也觉得你是对的 现场看没有老师 OK这个动作你跟他说清楚 我们这个动作放一放 这个动作我们就放一放 我们不练这个动作 千万不要死磕 你跳不过去 你就非要跳 非要跳 两个人会产生情绪 跳不过去 我就不跳了 我就放一放 然后等明天我去问完 或者是调整完毕以后 我们再去练这个动作 不要死磕 不要在一棵树上掉死 你灵活的去练习 包括我说你为什么在练武的整个阶段 你去选择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动作 先去解决大问题 每天不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解决不过来 挑大的问题两三个 一次能解决两三个问题 一次五 就是两到三次 一次解决两个问题 你的一周可以解决十个问题 你一个月可以解决四十个问题 天才 你已经是天才了 你已经是一个天才的这个级别 所以不要着急 我们关键是弄清楚 能够让两个人能够更好的去做更省力的事情 让两个人配合的更好 你说你一吵架 或者情绪一上来 一上来以后 你可能一个月都不说话 你就两个人不练武了 那不是浪费时间给你的对手 对手开也开心思 在那笑呵呵的说 哎呦让他们再吵半年吧 我们两个拿冠军去吧 就是这么现实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不敢吵架 我们在学校因为我们的竞争 那个阶段是 你们现在的竞争在成 双年主当然竞争现在也很激烈 但是没有专业院校竞争那么激烈 我们一批学生出来三十个人 一个学校出现三十个人 十个双业院校在同一年出现三百队选手 大家都跳得差不多 老师的级别也都差不多 你凭什么就 你能进决赛 为什么就你能进决赛 对手 就是完全他坐享其成 他什么都没干 他在那啥呵呵的看着你 今天又吵架了 而且你没有发现 你跟你的对手或者你的同学 他吵架你特别开心 你特别开心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你看他们又吵架了 而且你觉得 他们俩一吵我们俩更好 你跟你的舞伴会关系更好一点 因为就像照镜子一样 跟照镜子一样 你会发现 哎呦他今天吵架 我俩去喝个酒吧 就特别会的会这样融洽的一个关系 所以不能让对手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算要吵架 我们速战速决 五分钟里面我们把这个动作吵干净 吵明白 吵不干净放着 跳别的 马上往后练 组合往上滚 音乐往后走 然后到明天解决问题了 我们再来放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学习 也不要盲目的去练习 不是说我今天老师说我要练Walk 我就两个小时都在练Walk 完全没有必要 练完以后你得到的是什么 一身伤 你的膝盖也坏了 胯也坏了 然后觉得自己还没有练好 心态又崩了 这个 博士不能这么学 不能这么去学习 学习是要方方面面去权衡 然后找到你的弱点 然后拿出来 然后着重去处理它 处理完放回去以后 它还是要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整个宏观的一个处理 就是你就是你 所以你们 现在你要去参加学习也是一样的 你要去上课 你怎么样去上 你如果你上一节大课90分钟 你上一堂90分钟大课 因为你在上大课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跑神 你可能跑神 所以上课并不是说要把老师所有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但是你得每一句话都听 都听进去 对 同学说一边点赞一边听课 你别光给我耳朵竖着听 该点赞的给我点起来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一边点赞一边也可以听 一边也可以听 所以我觉得我 在我的直播间 我可能 我说 就跟你们分享 分享一些故事也好 经验也好 态度也好 心态也好 这个是我的一个部分 讲技术是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你们需要听这些东西 就算你听进去 那个耳朵出来了 你也得过滤 你要从你的大脑 从这个耳朵进去 通过你的脑子过滤出来 所以这个跟我们上课是一样的 你上课你说 你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在脑子里面 你不是计算机 你记不住 你是记不住的 所以一定要听进去 听进去以后 至于过滤出来多少 无所谓 你就像傀儡一样 你就听就是了 他在说什么 你就闹 你就把他听 就全部就往耳朵里面听进去 当你下了课以后 下课的第一时间 你得抓重点 每一次的课程 找两到三个重点 然后一直跟自己说 就可以了 比如说老师说 我今天教了很多动作 然后老师 是用胸口往上推 不是用胸口 后脑勺往 胸推 后脑勺倒 不是这个力量 老师说要用肩胛骨的力量 要用肩胛骨后背的力量 去做一个收缩 支撑子整个胸腔的位置 做一个扩展 然后在扩展向胸口 向上衬托的过程中 再去打开我的胸腰和头部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等你下了课的时候 你第一个 在下课回去的路上 或者下课的当下 你就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因为你不记 两个小时过了 啥也没学着 你只要记一到两个点 或者两到三个点 这个是针对你有用的 你说我胸腰一直打不开 一直会倒 老师说我一直在倒 老师正好说到这件事情 好 这个就是你的重点 然后把它记下来 然后告诉自己 用后背才能打开胸腰 用后背才能打开胸腰 告诉自己 反复告诉自己说 你会打开胸腰 不要打开胸腰 然后 Sex 摸腰 打开胸腰